我天天都在覺得我過氣啊 哈哈哈哈 前十年之後天天覺得自己是幸福 第十年之後就天天覺得自己過氣 我第一個就想打電話好了 我爸接頭 我說喂 我爸就說 沒關係啦 我在街頭上爆哭 我沒有得獎沒有那麼難過 可是我爸跟我講 唉我現在講 沒關係啦 我到家來啦 賴雅人一四度敲鐘斗拱菇 捕承在街頭痛哭內幕 咪咪 你真的 你真的 過氣了 狼姐這一句你過氣了 真的重重扎賴雅妍的心啊 十年前賴雅妍演出不少經典偶像劇 尤其愛上哥們短髮造型讓人最為難忘 還吸引一大票女粉 我爸不是因為喜歡的是女生嗎 不過和全盛時期相比 賴雅妍的人氣似乎掉了些 我天天都在覺得我過氣 前十年之後天天覺得自己是新人 第十年之後就天天覺得自己過氣 我覺得我反而有這個心態是好的 你永遠不會聽到 我有大頭症這件事情 我希望啦 我希望永遠不會有大頭症這三個字 出現在我 我的名字的裡面 好久沒有入圍 好久沒有入圍 好久沒入圍 真的很sorry 第四次入圍金鐘的時候 我超級想得獎 那個時候想得一個給當時的老闆 然後想得一個給家人看看 就會覺得好像要給他們一個交代 其實我沒有得獎的時候 我自己反而沒有粉絲難過 我沒有得獎他們哭得比我還慘 然後我說 哭屁啊 你哭什麼呢 我覺得你有大 原來被期待是這種感覺 我第一個就想打電話 我爸接著 我說喂 我媽就說沒關係 我在接著他爆哭 我沒有得獎沒有那麼難過 可是我爸跟我講 沒關係啊 我回家來啦 然後我就聽到媽媽就是在電話旁邊說 沒關係啊 你今天很漂亮啦 平常都會說你胖說你難看的媽媽 那天就是 你今天很漂亮啊 那個時候你就會覺得 家人的力量是很強大 之前就是看到劇本的時候 其實我一度很失望 所以在 在你們的演裡 我是國際女星 然後在徐富翔的演 我是國際的演員了嗎 然後我覺得 你一旦到了某一個狀態的時候 你會希望自己能夠 去珍惜每一個鏡頭 每一個角色 或是每一次導演信任你 然後讓你演出的機會 你永遠都要有一個很珍惜 跟沒關係 那如果這一次真的沒有拿到 你一定有什麼不足 我們再加強 你就會知道說其實 家人一直會很希望 你是低調謙虛 不要囂張 覺得這是很珍貴的 一個算是家序 我覺得收視又要好 反而比獎項這個東西 好像來的那個影響力會更大一點 但我覺得獎項 當然是很加分的 我就是用作品證明 因為我還沒問題 對